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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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请放胀 今天是《华严经》的课程 讲的还是《华严经》的《一海百门》 讲到原生汇集门的第二小门 《入法界门》 看到《入法界门》 上次讲到《入法界门》的 已经到了《入法界门》这一段的 第四行 第五行 《众说之界》呢 莫非经允 从经允开始 经允集法界无法界 法界不知法界 这里开始讲起 只要在教下在佛教中 尤其是在道场内 行者修行一切的文字 都叫做贯穿意 什么叫贯穿意 那就是行者念念之间 与自信念沟通 念念贯穿的所有的一切作用 所以才能够叫做贯穿意 所以每一段文字 每一段文字当前 你都要跟自己的根本本来的心性 念念之间向上架构向上去明了 所以绝对不是文字 只是一个文字一个口语而已 所以每一段文字之中 假如你真正都能够在自己心头上面 念念去深刻体会 那文字之中 虽然有的时候用字虽然简洁 但是用字的简洁处 你会发现它真正是每一个字中 它真的是扣你的心中的种种境界 一切的心中的根本的德性 以及体德 一切行为 一切作向 都在每一个字像之中 都能够为你启发 所以每一个字中 都如同一把官钥 一把钥匙一样 它能够为你启开心中的道理 所以你用这句话 假如你不是在自信之中去启发 你你之间不是在自己根本的本来 决心上面去体会 那这句话讲起来 好像不过就是非常率性的语言而已 什么叫极法界无法界 法界不知法界 这绝对不是一般的众生的思维之中 你能够妄想用众生语言上面 在上面妄加戏论的 那是真正告诉一个行者 那是你当下当体然在觉体上 在如实大方广佛华言体上 已经念念明了处 你才能够体会这句话叫 极法界无法界 所以上一周已经跟你讲 终无别法界可知见也 那就是告诉你大决心体之中 必定从觉入觉之时 似乎就能够起成一切法 它能够成就一切解 那个决心现前就是法界量矣 它能够量一切行中的作矣 一切行中的毅力 但是这个心性之中的 本来的根本的大决心体 所起的一切法界量矣 那你是说它是哪一个法 哪一个界象 它根本超越一切法超越界 从它所起的一切 从觉入觉时 你似乎会起 会有种种不同的法中的作用 不同的种种的 在法上的界分如是的呈现 但是你仔细思维那个觉体 那觉体能现如是界 觉体都不是如是界 那如是就算现前的 种种界中的差别 那不过都是觉心之中 根本无差别 为你显现出的差别 什么叫做无差别 为你显现出的差别 也就是大觉心体 你真正在心性上面 念念如是回光 念念如是亮意识 它能够显现差别处 就是无差别时嘛 假如你的心真的是差别 你怎么会知道差别 所以有的时候 还要假借种种差别 假借你必定能呈现差别处 才能够念念之间 你方可印证 你真之无差别的心体 所以法界当前是什么 法界当前 这个法界当前 它意思是告诉你 这个法界就是从大觉入大觉处 大觉能够现出一切大觉时 那似乎就是种种法 种种界一切的称量 但是在一切称量时 你明白世心时 你会在这一切称量上面 你会真知道 真会以为有如是法 如是界吗 你会真多在如此吗 你要真明白如是觉心时 你当然就当下 直下就知道 那法界无法界 所以那个无字啊 那不是断灭界 那个无字啊 不是众生的语言之中 跟过去你习惯所说的无 那是一个行者已然全会于心 叫原生会集 全然会于自己的本来的面目 他才能够体会那个无字 那个无字就是什么 那个无字是当体的一切的包容 那一切的含量 直下的运载 所以直下的运载之中 他根本不说第二运载 为什么叫不说第二运载 如果是真的有运载 就彼此之间再说的一些运载 那就等到都是众生妄想 那种种力量 那都叫怪力 你说到那个真正的运载出 那是为什么运载 那是根本一体的本来的决心的作用 一体之中决心的作用 似乎就能够现出牵插 他能够现出牵插 运载牵插当下 他根本没有运载的作意 他根本没有起种种运载的种种作态 就是一体之中他才能够运载种种差别 所以一体之中运载的差别 运载他都不会忘堕如是作例上面 与一体现出差别时 他正在现差别时 他不是说真正有个差别 让他现差别 也不是说他突然刻意贸然出一个差别 现前出来 而是就是决体之中 就是本来的一如 不过随缘显现呈现出的种种 像状 种种作像 那种作态中的差别 不过都是决体的根本的器皿吗 这像中似乎有如实差别 但是在体上根本就是一体的如如 本来就是一体的如如 也就是在这个一体的如如上面 将来你才能够真正担当一切差别 将来你在一切差别之中 你才能够真正知道 你能够明白差别的一定不多差别 不多差别的是谁 不就是体吗 不然谁明白差别 所以当你正在法界当下 你是有法界吗 有一个法界可以让你直接成为一种种法界的吗 而是你明白他能够成就一切法界出的那个法界 那个法界连法界的名字都不必利 但是不必利的法界的名字 才叫做真正的一真法界 那是真正一真法界 那为什么回头又要说他真正的一真法界 也就是《花言经》中讲的最深最圆满的道理 那叫世事圆融 因为讲到他必定能够成就 必定能够 启成一切得向作用 所以但说法界如何 如何妨 但说一真何妨 那一真之中就看到他的一切事相之中 世事宛然世事圆融何妨 就看你能不能担当这些世事宛然世事格融 世事宛然世事格融处才能够真正 将来才能够印证你 你根本不堕在一项一法中 你不堕一项一法不是你不堕 你为什么能够不堕 你是因为明白决心所以不堕 你是因为真正明了如是决心所以叫不堕 所以将来你都是因为真正如是决心 故才能够方便说行者 你已然叫做解脱行者 你已然叫做悟道行者 你已然叫做不多 而不是离开决心以后 你有个种种行为可以方便分别说 你什么叫做解脱 什么叫做悟道 什么叫做不多 那再也不是只是在属他人财宝 所以讲到阿弥陀经就讲做阿弥陀佛 那极乐世界的教主 他已然在无量劫前 他就已经成就圣道 你讲那么多的如是的因身又有何用 你讲的极乐世界之中阿弥陀佛最初 无量劫时所修的一切 这些种种的菩萨恨 启发的种种殊胜的大愿 于是成就了极乐国土 你讲的不过都是属人家财宝 那与你又何干 所以大教都不是如是跟一般的众生 如是这样的心态宣说的 要是说只是跟一般的众生 这种心态宣说那叫什么大教 大教就是跟谁说的 就是跟行人说的 就是跟学人说的 教外别传 这教外别传 虽然意思非常甚深 但还有一个就直截了当的意思就是 你根本不是如是甘心受如是法的人 你根本不是发如是菩提心的人 根本也不能跟你传 你也不懂 那你只是拿着世界 那种种委屈的相上面 在相上绞绕而已 所以你要是真正明白 那每一个文字 甚至于一句圣号 那就是直下你要在信中 看到如是的得相 你能看到那如是的得相 就在那句圣号中 你明白那个觉体时 那个觉体在你的根本 大觉心底深处 那无量劫就是 就是无量劫根本 一劫一劫 种种法界的种种公恨 什么叫一劫一劫 法界的公恨 因为你明白觉心时 你就能够深入 以这个觉心当前 在大觉体上随缘所限的种种 重重重重重 无尽无尽的种种 共体德变化 体德的担当 那每一个不断的体德的变化 体德的担当 那不就是历劫的发心 历劫的公恨吗 所以你在讲这个历劫 发心历劫公恨时 你是可以看到 觉心的根本作用 根本现前的种种得相 种种现在应该有的行持 那你在心中明了一次 就等于说你在自信当前 你就自己熏悉一次 所以你将来自己 能够常常如实熏悉时 你将来当然能够 正得如实法 所以你明白 那个无量劫的种种 书身大怨 种种菩萨恨 你是在如实的体德上面 如实的圣号之中 解释决心 你就能够解释得出 从决心一如是名号时 缩起的重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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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尽无尽的功德 一切智慧德相 所以你明白 那些重重无尽的智慧德相 那你就知道那个历劫发心 你明白一次历劫发心 这一个根本凡夫最末梢的念头 其实就是你的根本无量光 无量寿的本来面目 那你要如何去体会 在最末梢的这个念头上面 就是本来无量光 无量寿的本来面目 你就答这个最后 最末梢这个念头 你就去在这个上面 去发觉它重重重重重 应该有的历劫发心 所以在末梢的念头上面 你要去发觉 应该有的重重重重 无尽无尽 应该有的发心 那是怎么发 就是现前你应该在当下 你念念就如是心念当前 就如是夜感当下 你念念就有了什么 就有了向圣的行为 向圣 你为什么知道向圣 是因为你就是因为念念之间 亦然知道在心中要成就如是圣性 所以才叫向圣 所以回头那一念 你对着佛发的最初那一念 要释迹要成就一切菩萨道 一切将来必定成佛的愿力 就是你已经甘心 你已经愿意在最末梢的念头里面 你在发觉那个历劫发心 那将来就在这个历劫发心上面 你也就会慢慢体会得出来 你心境在你那一念 最初的愿力当前 它就会有剑刺的身上 那每一个剑刺的身上 不都是你一次一次发觉 应该有的历劫发心吗 所以我说那个截字是什么 截字是去力 截字又做时间象象 时间象的意思叫结波 结波又叫时量 时间那个量 所以去力就是什么 你要明白决心必定现在的种种安部 就是讲到佛华言 那叫去力 你要看得到那个世事圆容的去力 世事圆容 那叫去力 你能够担当那个力量得相 那每一个去力线前处不都是什么 都是你当前应时所现的一切智慧的变化吗 应当前时机所说的一切得相的名称变化 所以也叫时量又应时而来 所以你不懂那个法界的道理 你根本不是念念之间在行人 在一个学人的心态之中去念念法情精精 念念不断的警惕 念念不断的告诫自己 告诉自己是我是一个学者学人 我是一个行者 你将来你自己就会在明目啊 或者是在一些文字上面 你自己就会被文字在那边搅绕套绕 你自己都处理不了 甚至于给你一个佛名圣号 你都是用尽那种委屈的语言 你不断的每天只不过是号召大家 坐在那边共同在称赞他人财宝 以为用称赞他人财宝 就会觅得别人对你的一些怜悯 不然一天到晚再告诉别人 阿弥陀佛历节以来发了多少心 西方极乐世界是如实心发承的 你的意思告诉大家什么意思 就是不断的要警告阿弥陀佛 你是这样发行我 你将来要不来接我的话 你就打妄语 你是不是用这种恐吓的方法 那叫无赖 不然你心里怎么会是用这种心 假如你真正用一个学人的心 就不是这种心 你学人的心就是什么 你正在称赞如是名号时 你心中就应该看得到 你念念在上面 亦然成就 亦然慢慢在不断的熏悉 潜移默化的足迹 你看得出来 你有一点那个足迹 在随便叫你解释一个文字 你都应该有那个贯穿象 贯穿什么 贯穿如是决性 贯穿如是圣性 贯穿如是道理 你能够贯穿决心的这一个方向从哪来 就是从刚刚我讲的最末上的念头 懂得像圣中来 虽然讲的道理是告诉你 你要在最末上的念头之中 发觉重重重重 无尽无尽的本来的心性之中的 力竭发心 理事如是啊 是呢 事情是要在哪里做 事情是要在你最末上的那一念 最暗顿的那一念当前 用众生的心力 他已经开始懂得在佛弦发愿 我归佛 归法 归生 将来势必要成就圣道 光自念发心 你已然已经做到理中讲的 你回头再发觉了 所以既然如此 最初给你一句圣号 你的道理应该是回头念念之间 也都是能够在哪里 你给你的是阿弥陀佛的圣号 你回头在每一个文字上面 体会的就应该就是你决心的道理 你贯穿的就是决心的道理 因为你就在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之中 你就能够慢慢体会 那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 他也没有离开你当下如是 本来的心中面目中成了 所以既然如此 所以叫做即法界无法界 所以这个即字还是非常重要 你当下在法界你要知道无法界 什么叫做当下在法界无法界 所以这都不是众生语言 那都不是文字能架构的 但是为了要把这个圣言量 圣教量能够流于后人 宁宁之间就必定有个迹象可以依循 所以不得不用世间文字 但将来你在读这个世间文字时 你要有一个学人的心态 你就不能够老是死在世间文字上面 那种吸收那种作意啊 你永远不可改变一下你去吸取文字时 你应该有的心态应该有的面对的 心中的面对的一个方向 你永远不改变 那你就会发现你永远就是被过去 那种读文字的方法套牢而已 所以你在那学人的种种 这个学人的这种心态上面 你在读这句话是极法界无法界 那是什么意思 那不是文字上的意思 那是你心中对觉体 是不是已然解读念念明白 解读明白时就当下如是 他能够成就一切法一切借出 你根本不会争以为争夺前面的 任何一切法一切借 你不会真的以为如是心中 能够争起如是法如是借 什么叫做你不会真以为 能够争起如是法如是借 因为你慢慢已经懂得决心了 决心在起一切法时就是决 假如决心在起一切法时 你会以为他在起一法 你觉得决心在起一法 那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还是凡夫 你就是被决 但是你千万不要听错我的语言 决心在起一法就是决 所以你就说那就没办法起一法 都是决 你错了 这里面就是要告诉一个行者 你慢慢在决心上面 他照黑照白何妨 但是这个正在照黑照白时 你会说真有如是黑白吗 不会吧 那你说他不照如是黑白吗 不会吧 他不会在黑白上面说有或无有吧 他不会在黑白上面说有跟无有 那再可以再白连有跟无有都会都根本不多 何况还在那边说法界还有法界吗 所以那个意思是告诉你什么 那个决心献前之时 虽然献出都是差别 都是那种种的差别像一切法一切界 但是问你行者你明白决心了吗 决心正现一切法一切界时 决心也不是一切法一切界 更以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决心正现一切法一切界时 决心也根本不必说它是一法一界 那个表示你心中已然知道决心就是如此 心就是如此 就如同我刚刚跟你讲的镜子的屁语一样 你常常思维心就是如此 他有什么法什么界 但是想看什么法 他有什么法什么界时是在哪里面 你在哪个当下你才能够真正印证你超越一切法一切界 那是他能够限一切法一切界 处你才能够印证你是超越一切法一切界 那无法界 为什么叫限一切法限一切界 我用的还是一切法一切界的名字 但你知道是绝了吗 你一体知道根本就是一体 所以一体根本大决心底的决心 所行的法界 这不更在演法界 这不更在演法界时 连法界都不必理 这法极法界无法界 这个就是让你不断的在心中要熟悉如是觉体啊 眼前看到任何东西 耳根闻到任何声音 你是不是都有差别 都有不同差别之中的界分 那你明白差别 这些差别 要是没有那个心中能明白差别的明白 你哪能够知道这一切差别 所以这能明白这一切差别的明白当前 就是你心中根本不多差别的明白 不是吗 那根本不多差别的明白 现前处就是你现在感受到的一切差别中的明白 不就是如此吗 所以根本不多差别的明白 现前时就是你现在所有的一切感受之中差别的明白 那你正在明白一切差别时 你会忘多差别吗 还是你马上就马上就应该回家 马上就应该归根 马上就应该归根 归在哪里 归在那 根本能照现一切差别 根本无差别的明白 所以你正在明白时 你会觉得它真有文法界吗 那法界都是觉心现的 觉心现觉 似乎差别 觉心现觉似乎差别 但觉心现觉没有差别 觉心现觉似乎能立种种感觉 这觉心现觉根本不立啊 觉心就现觉 只是觉心正在现觉时 觉在现觉 这个中间连动都没动 叫做觉在现觉 不是觉在现觉时 觉心又挤出一个觉来 觉心现觉就是觉心现前处 就是意 但是就是这个意中 觉心现前处 你就会起成种种好似 种种原生的种种差别 那你忘记的觉心 你就会躲在原生的差别 就老是抓到这个原生的差别 在法界 所以永远在这个文字上面 永远就不能够念念回光 念念透析 你总是会觉得 哦 觉心 法界 无法界 那法界无法界 那现在这是什么呢 那无法界就没有了吗 那我无法界 那我要怎么把无法界 怎么去体会无法界 那我就把这些 心前所知道的东西 全部都不认吗 你有办法全部都不认吗 你要全部都不认 你不是还认了一个 全部都不认吗 你有一个全部都不要认的 这个认 你不是还是一个法界吗 只是在你心中所起的每一个念头 现在所起的任何的种种念想 现前时 你知道吗 就是你觉心的根本一个法界 它现前就会给你那么多的种种妄想差别 你甚至于起着那么多的疑惑迷闻 当你真正知道就是根本一法界时 绝对根本没有别法界能够知界时 你现在你就算起成的是疑闷的种种感受 你自然就不必在疑闷上面说要断疑闷嘛 你只要认它其实就是一个法界 什么意思怎么认法 你已经懂得决心 你不是去找一个什么去认它 是不是一个法界 你怎么能够去懂什么叫做一个法界 从头到尾就是告诉你 慢慢体会决心 就是因为体会决心 再安理种种法界的名字 再安理种种德相 你才能够慢慢不断在心里面 越来越架构清明 越来越剖析清除 所以你现在 你现在讲法界啊 讲原生 都要告诉你在哪里 都是在决心上面讲的 所以你知道是决 从决入决一定有原相 一定有原起相 一定有变化相 要是不用变化叫做决吗 所以你在决心上看了这个变化 说的这个原时 你在决心上说变化说原 那个原跟变化都不是过去 众生那种沉闷的过就了 所以同样讲法界一复如是啊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要你去不断的回头 去解释大决心体 解释什么大决心体 解释你的大方光佛华言体 那怎么解释呢 就是在你现前的开发之中 你念念之间要知道其实就是决 开发就叫华言 你不认那个决心时 根本的华言 就打成了种种 娑婆最末少的种种暗障 你要懂的是决体时 现在你在每一个娑婆 最末少的暗障里面 哪个不是决心的开发吗 决心的开发 因为你哪有 你能够找出有一念不是决吗 所以你甚至于觉得 我找不到那一念 找不到什么叫做决 你找不到那个决 那个决不都是决心为你开发的 不然你怎么决呢 所以从此以后你就会学会 在每一个差别的念头之中 那种疑闷 那种势力强大的暗障当前 现前我根本不会 不会躲在他暗障之中 再说如何跳出暗障 我只要直下任大视觉 将来你慢慢慢慢 心中熟悉一个事实 你念念在自心之中所起的一切念头 你已经都明白 其实就是一体决体 也就是刚刚讲的 根本就是一个一真法界 就是你明白就是决体之中 之所限量 那叫做法界 当你明白都是决心限量之时 现在眼前的这些感受之中的差别 何必要你去消 它自然叫消德 这就是明乐菩萨常讲的 不断烦恼 烦恼自断 我为什么说是弥勒菩萨讲的 因为弥勒菩萨叫古佛 你念你之间叫真名如是佛叫古佛 真名如是大觉心体叫古佛 真加的真 明白的明 真名如是大觉心体叫古佛 你有一念真名 你现前的一念烦恼自消 那叫做你慢慢就在佛华言体上 你真的要是在决体之中 你明白极法界无法界 那不是讲文字了 就是你真正慢慢去圆容 我之所以废那么多的语言 一直解释这个文字 就是让你体会到你心体之中如何去思维 如何慢慢走入那个气氛 当下知道决心的作用 决心献种种差别 你因为能献种种差别叫法界 能献出种种万千庄严 叫做华言叫法界 那叫法界 那华言安部种种万千不就是差别吗 所以能献差别叫法界 叫你去解释能献出如此差别的 那一个法界是什么法界 你不要忘记那一切万千法界 是因为这个法界必定能献法界 故所以能献出的万千 所以正当你去觉得万千时 其实它就是在彰显你 根本这个从来超越一切差别的 根本的亲民 那个能成就一切法界的根本的 本来一真法界 所以你永远是在一切万千安部之中 明白那根本的一真 在这个一真之中明白那个万千 所以在一真之中明白万千 你不会忘立万千法界 你在一真之中必定能够成就万千 你也不会忘住有所谓的一真 所以在一真跟万千根本都不住 那法界在何处 所以叫几法界五法界 所以将来你会在决体上就是这样的运用啊 当下你就会运用了 那每一个念头上面你就能够去运用 所以你不必再去解读再去解读再像一般凡夫外道一样 在每一个烦恼当前 你一直不断的解读那个烦恼 一直不断的想要去抽丝剥茧 那个烦恼的夜阴夜缘 就算你能够用尽心里找出每一个烦恼之中的夜阴夜缘 那不过是如梦如幻嘛 之所以会剁在如是梦幻之中的业力 纵然那个业力就算再深因缘再深 那不过都是其实什么 都没有比你忘记的决体这个恶业来得深啊 因为就是因为忘记决体以后 你才剁在种种妄想分别 才能成就如是种种恶业 所以真要发如是断如是恶业的这种发心的人 真要发如是断恶向善的人 就是要发大菩提心召见本来面目 如何断恶召见决体就不会从恶 为什么不从恶 绝在绝 一切感觉就是绝 你因为忘记绝故所以才会剁感觉 因为剁感觉故法法起承分别 法法起承对待 法法起承 心中的种种的抗衡 所以当你要是真正知道如是绝时 所有的过去无始劫来的一切阅历一念全熟啊 因为根本就不剁那个妄业 当然就一念全熟 那不是如此的话 那就讲到那一切众生无始劫来 不知道造尽多少恶业 假如说你是用真正业力上面 在那边不断的一切一切慢慢酬长 将来才能成佛的话 你三大二生其节 几大二生其节 你也成就不了佛 因为我们所造的恶业 用三千大千世节 几个三千大千世节 也不见得装得了你们那些业啊 但你不知道那些业都是患吗 就是忘记是绝 全体是忘记是绝 所以从决心断恶就是如此 向善了 恶要断尽 决心必定能够成就一切绝 那是善 在一切绝中 与一切绝处根本不去造作 根本不矫情 不造作 不在上面起成种种妄想 非分 那都是善 所以你要是站在静体上 黑来照黑啊 就算是黑他照黑明白一切黑 照黑明白一切黑时 也使黑能够懂得明白 那就要做利益众生 白来照白 他有微距顾黑来不照白来不照吗 他能够现一切照 不但现黑现白 现好现坏 现坏之时 决心随缘现坏之时 他也就是什么 也要拔击那些坏念念 灰光当下 所以那不就是善吗 那才是真实断恶向善人啊 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时 你就能够在下面这句话 你就知道祖师的文字 每一个文字啊 每一个字都是敲在行者 当前深刻的发行之中 所以那句话再也不是 你认为只是讲起来 就一句话过去很帅的一句话 法界不知法界就好了 你讲天方夜谭 你以为是在讲漫画故事 法界不知法界 你要把你的心态 把你的心智要拿得出来 什么叫法界不知法界 所以前面已然知道了 根本就是极法界无法界 所以法界不知法界之中啊 我告诉就是 我用一句话来表 为什么叫法界不知法界 因为法不以法法 界不以皆皆 法不以法法 这个法界之中他不以法法 这个法界本来就是一切 这个法界一真呢 根本他就是能献出一切法界 他正在现实 你不能说真有二啊 法是因为他就是能献出 这叫法界 所以他所献当前 你不能真以为他就是献二 他真的有二啊 决心都是如此啊 你将来会发现 你不但在决心之中 你慢慢体会是如是 你在世间法中的一切 法相依缘也都是如是啊 他根本不以法法 他不以哪个法来 才知道那个法界嘛 他不是因为你能够 成就如是法固 所以你才知道 有这个一真的法界 是如是吗 不是嘞 不是因为他能够 成就这一切法固 所以说他一真法界 有如是法界 而是这样听清楚 因为这种话是最难讲的 而是他本来信德之中 他就是这样的成就 就是如是成就 所以我不要再套 后面的文字 他就是成就这样的法 你再讲一个法 你就会搅乱 他就是这样的成就 他就是这样的成就 他就是这样的成就时 你能够说他就是因为 他能够成就一切法 不是 他就是这样的成就而已 因为再讲到他就是这样成就一切法 我们习惯就又会躲在后面那个法子 又妄想成而 我少想两个法子的目的 是让你慢慢体会那个绝体的圆容 决心是因为他这个大决心处 是因为他能先法 而不是他因为他献了法 才能够知道他的法界 是因为他能够陷入一切法 所以他叫法界 所以你根本不能够在他所献的法中 在他所献的法中 才能够知道他是法界 不是这个意思的 这里面差很多的 你要刻意一定要看到他 他一定有所献的法中的一些呈现实 才能够印证他的法界的话 你这个上面还有维系的什么 还有维系的种种二相在里面 我告诉你他能献法就是一如 决心献绝而已 决心献绝不从献绝上面 只是呈现不同的面貌 不同的面貌不要他换了装以后 你就忘记他还是他 他还是绝 所以法不以法法 戒不以戒戒 所以这个戒之中 因为他有这个戒 戒德 他什么戒德 他就是在一切随缘当下 似乎你就能分出种种差异 种种种庄严 不同的庄严 有这个戒 有这个戒量跟戒分 要是没有这个戒的话 你连决心都没有啊 你有听过说我的决心 我的美的感觉 那个感觉之中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你有什么感觉 打魂啊 那打魂就好像你眼睛看到一片茫然 你眼睛看色就要什么 青是青黄是黄 那不是有差别 你才能够知道眼睛的见性清晰吗 这里面不都有戒相 都有戒在中间 感受念头也是啊 每个念头当前 都不可能是茫然嘛 但是这些决心之中 必定能执着 因为他那个戒 本来的决心那个戒 他就是能够起成一切戒 让你觉得决心之中的 种种清明 所以起成的戒 他不但是不是众生 真的以为他是因为 后面起成那个戒 所以才能够称量他有如实戒 你不能再看到后面那个戒 所以他根本不是以戒戒 他能戒 但你不能以戒来戒 听得懂吗 这要听不懂的话 惭愧啊 就是不是学人 不是骂你们 现在要讲讲很多人 因为网络上都在听 那大家都不见得听得懂 你要明白这个决体之中 他一定能够能戒 但能戒上面 你不能以戒来戒 你要是以戒来戒 你就在这个戒上 就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了 依旧定法捉耻 有个定向在那边捉耻 不捉 所以那个叫法戒 慢慢慢慢你要在心里面 慢慢体会那个法戒 所以叫法不以法法戒不以戒戒 你明白之时 将来你在这个心性当前 若性相不存 你在如是性 如是相 你都不存 就是念念之间 心中都超然 叫不存 叫做离法戒 性相不存 不是告诉你 从此以后没有性相 而是性相婉然 为什么婉然 因为不存过婉然 这是汉传佛教 大乘佛法最深的逻辑 这个别人要是不懂啊 情有可原 你们要是再说不懂的话 真是辜负老那 老那多少时间 都在一直不断地灌输你们 这种思想 回去融通一下 所以眼前的性相婉然之中啊 我才能印证你是念念之间啊 不断任何性相 叫不存 因为全性即相 你不会断在性中 全相即性你也不会断在相中 相即是性 性即是相 这根本没有二法可指 也没有二法可以指成 指都不能指 你存什么存 但是指都不能指 存已不能存处 你却是性相婉然 也将来变成性相婉然处 我知道你性相不存 这是礼法界 所以你当你弥法界是明白如是礼时 弑法界才不会什么 形成断灭嘛 弥法界都是如是礼 弥法界就是什么呢 弥法界叫做不爱事相婉然 所以离是不就是当下那一念吗 礼都是如是礼了 是啦 当然不爱嘛 所以下面那一句不爱事相婉然 是弥法界 是弥法界 连文字走到如此 不爱情者才发心 你明白那个叫做性相不存吗 你明白那个法界之中的性相不存吗 所以假如说你还不明白那个法界之中的性相不存 那表示你刚刚在法界之中还有如是戒 还拿如是戒分如是戒戒来戒 那就是在不只是插一个字 在插一个字中啊 就表示你发心你所谓的思维还差很远很远啊 你告诉你自己他一定能见 能见是告诉你绝对不跺在后面 一切所见认为真的有识 但是他必定能够显出差别 这就是什么 这个已经慢慢慢慢你已经懂得决心了 我们不要讲决心那么难懂的 这样镜子你都会知道 镜子一定会显出差别 在黑线黑在白线白 就算黑白一起线 他都还能够清清楚楚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你拍照也是一样 你拍一张照片 对不对 山河大地草木丛林黑白 香街日月同灰都可以让你拍 但日是日月是月 不是吧 虽然在一张照片上 黑是黑白是白 这里面没有那么多戒吗 能戒啊 能成就如是法呢 是什么法戒啊 那人就在那张照片上 能成就这些法那些戒的 你拿它什么法戒啊 它有任何戒相吗 它是有刻意有个戒相 要戒黑要戒白吗 有个法要成就白啊 黑要成就白吗 它是一体就叫照片 那一体就叫尽色 一体就叫尽性 一体就叫大绝 所以你明白了那个能戒 一定能戒 但你会后面 这是什么 就是打破一些过去 无始劫来的无名妄想 什么叫无名妄想 你忘记绝 你后面就会起成 真有如是戒相的无名 真有如是能戒所戒的无名 能法所法的无名 你就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 你心中根本的易如 体会不出那个易如 所以你明白那个易如时 就问你 若信像不纯 则为离法戒 体会得出来吗 信像不纯 心中你慢慢能够念念之间 在如实之间 在心里面慢慢已经能够 看得到自己的决心的作用了吗 决心正在现一切感觉时 都是相 决心谁现如是相 你现了这个感觉 谁现如是相呢 决心必定只有这个相吗 他只知道这个相吗 也不是吧 他在一切相中 都能够明白一切相时 你就会知道 他能够成就一切相 一切种种差别处 那个信呢 那能就一起成一切差别处是信吗 所以信字写一个心一个身 心生为心 因为你知道 你明白那个相 你觉得不会只是一相而已 因为你不会只是一相而已 所以你才能够在一切感受 一切念头之中 那一相一相之中 一切相明明值 一切一相一相的变化中 一切相明明值 那既然知道一相一相的变化中 一切相明明值 你就会知道你根本不处相 不处相 不处相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心生根本的心性 心性根本非相 那心性非相的心性当现前十 就是你那个一相一相的变化 那一切相明白之中的种种相 但是你看到这个明白的种种相时 虽然现在回头再告诉你就是那个种种相 但我说的就是指的相 你都不会忘朵嘛 你就知道就是这个相时 你就跟一般凡夫讲的就是就不一样了 凡夫讲的就是这个相 那是从此以后坚固执着 真有如是相 真正明白懂得性的时候 性现前出就是如是相 他反而就在指出就是如是相时 他同时性相不存 因为性就是如是相 那根本不住性 刚刚刚讲到相他都不住 所以他明白有性 现在性就是这个相 所以性也破 那是根本叫双破 但是这个双破之时 它一样是指向跟指性 为什么指向跟指性 因为双破当下 假如他是指的别的地方双破的话 那破完以后这个性 这个作用 那这德相就没了 不是嘛 根本不可能有别的地方可以指 就是性相叫做双破 互指当前叫做达比岸 叫做双破 因为这个双破当下 他才能够德相永存 处处建立嘛 所以双破当下 你才能够真正担当 真正建立 叫双破双利 双利当前就是双破 所以利无岸 双破当下就是双利 所以绝不断灭 这叫性相不存 这叫做世相完然 你连你的念头都是如此啊 那你还要怀疑吗 你还要找不到决心吗 你还要去数 只是阿弥陀佛 发那四十八月 西天过去的种种庄严 阿弥陀佛在法藏菩萨时 所修的一切苦恨 一切发心 所以他那种庄严 将来一定会拔击我 因为阿弥陀佛说过 只要一念如果是十念 若不生只要布局证据 所以阿弥陀佛毅然拯救证据 所以你不能狂我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 潜在里面有百分之三十 那个发心叫土匪 叫无赖 阿弥陀佛不能狂我 那你说为什么 师父你这么说 你只要真念阿弥陀佛 你应该都能够什么 心中潜末的话 你现在每个文字 都能够解释出来 甚至于你在阿弥陀佛 这句圣号上面 你再也不可能 只是数他人财报 所以你不会说 他是阿弥陀佛法藏法的月 你会知道法藏法身大事业 你会看到你心中的那一面法藏 从此以后你心中你会发现 也有如是一面心中 在你心底身处念念为你运载 念念为你运行 那不是法身是什么 那这一面你心中的法藏 是从哪里来 是从你最初明白那句阿弥陀佛 那句圣号之中 自然启程的潜移魔皇 你要是真正明白什么叫圣贤之时 一念懂得像圣之时 你潜在心性之中就有一念 如同法藏 如同善财的善总 在你心中以人模样为你运作不是吗 那叫法身 那叫大事啊 所以你明白那个法身明白那个大事实 四十八遍谁发的 你说四十八遍我发的 一棒子打下去更高 四十八遍阿弥陀佛发的 一棒子打下去可怜 谁发的 打得你念头死 尋你法生活 谁发的 还在那边等着阿弥陀佛来旅行去 那叫大教嘛 把这个大教当成现代佛教 尤其进土宗的将来现代的 将来的传承 拿现代以为的大教的传承 事实上你就亵渎 连持大师偶遗大师过去的一切古德 所以现在很可怜 你明明白明白懂得理法界 释法界都明白时 你阿弥陀佛你还会这样的解释吗 你每天只是这样的讲经吗 讲到后面下面人听的是什么 什么样根器 想要说是一个真正发的行者的心 说他是小根 小根都有一个小根的像 小根的是什么像 小根是孽孽之间身心投入 孽孽之间在心中不断的贯穿那个像 虽然刚开始时心中还没有了然 还不明白 那所以他叫小根 但是既然见到根呢 根就是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长养意 那你看现在你在上面讲 下面听的都是什么 都是一群属他人财宝的 叫属来宝的 阿弥陀佛发了愿了 你们要相信 阿弥陀佛好好相信 阿弥陀佛发愿 我有希望了 我有救了 因为我只阿弥陀佛有发这个愿 因为听了法师说 阿弥陀佛过去有发这个愿 所以我就安心了 因为佛绝对不会骗我 你自己在骗你 你自己的良知在骗你 阿弥陀佛骗不骗你 那你一群都是这种根基啊 那还叫大教吗 心中没有半点根气 所以那叫做什么 打着净土 败坏净土而已 打着汉教 败坏汉教 打着大圣 败坏大圣 那你明白是决心实力 真正就是老老实实在 如是的大方 往佛华音体上 念念去思维 念念去成就 成就我还不好意思说了 念念思维 念念如是啊 研究 你不要小看 决心就是如此 我们现在用的语言叫思维研究 那事实上这个语言就是什么 向他去认 认是怎么写 一个言一个忍 言下忍可 就每一个思维之中 每一个道理上面 你念念之间要痛定思痛 念念发觉真实 忍可 为什么那有个忍字 为什么刚好中国字 用到这样的文字 是最符合心境 最符合佛法 所以忍字为什么叫做忍 因为眼前的所有的一切感受 都是庞然的种种势力 但是就在这个庞然的势力上面 你都还要认得 他就是你根本亲民的决心 根本就是你本来不变的 无量光无量寿 那不都是人吗 不都是在最强烈处 你要看到他的最根本处 也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讲的那个批语 遇佛 遇佛 遇西达多 所以你都要在念头当前 你要先去认 能够启程 现在每一个念头当下 虽然念头是插螺 插螺在身面的 但每一个身面的念头之中 都是庞然 遮覆你心目 遮覆你眼前的 种种心中的氛围 这么强大的氛围之中 你都还要知道 能够启程如是氛围的最初那个念想 那个念想 那个氏心 那都叫西达多 能启程一切氛围的那个氏心 最初的现前 那个氏心 他不是你后面那么庞然 庞大的种种形态 他都是最初 能献出如是庞大的形态之中 他那个根本你看不到的 唯系的根本的亲民 所以叫童 他叫童子乡 那就是在这个童子乡中 所以他能够启程一切随缘 一切变化 所以叫做真 童真的真 因为真在哪里看到 真就是在你能够明白变化处 你才能够看到 所以真 有假力 假是假缘 你明白那个随缘 缘假处 你就明白什么叫真 所以那念童真的 你眼前的一切感受 一切念头 谁知道的 是念头知道念头的吗 当然不是嘛 那你就知道 原来当然不是 念头知道念头实 你根本 虽然还是凡夫啊 你根本也就不必别人教你 你就能够体会到 你心中一定有一个 能知道一切念头的根本的亲民嘛 所以你将来就不会在念头上想要断念头 你只要认得那个亲民嘛 你认得那个亲民就是什么 就是在一切念头上面已经去灌目那念童真了 灌目那念童真 你要在一切念头的种种差别的庞然之中 懂得那根本都是心中本来一性的童真实 你灌的是童真 你将来正的就是佛国 所以那念童真是什么 是太子像 是入世的时候太子像 太子将来 明白太子时 将来才叫做成佛 所以连那个欲佛都是要你什么 都还是告诉你 这一念心性中的表法 你不能乱欲啊 所以不能随便摆一个佛像在那边欲啊 也不能摆个大抉择在那边欲啊 就是要明白那个希达多 要看得到你心体之中的根本 那一念在一切庞然的念想 念想上前的根本之前的本来童真 知道吗 你要忘记那个童真 童真现前处就是一切众生流转最初 你要回头认得那个童真实 那个童真就是什么 那个童真就是以从觉入觉的佛子的功德 那叫佛子 你要不明白那个童真 那个童真就是一切暧昧之实 你要明白那个童真 那个童真就是什么 一切感受先前的最初相 感受在哪里 九龙涂水 九龙就是九法界的安部涂水 才在哪里 一切世间七世之中 才在七世 所以希达多这代表什么 入世的什么 他能够随染的最初那年童真的阿赖耶 那阿赖耶你看得到吗 他就是童真 某时候讲到最初入世的童真相中 那这一个入世的最初的世心的分别中 既然是最初的世间心中的分别 所以用你心中所量 像上级天纪下级下级地纪 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念头 都是由这一念心中出的 绝对没有一个念头 上级天纪下级地纪都没有一个念头 能够跳得出这一念心 所以这一念心才真的是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你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你都要在哪里看得到 看自信之中明白那一念童真 你要去认 原来一千年头 哪一支上至天纪下级地纪 都是他先的 你才知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这句话在你心中的震撼 在你心中回家的那种倒影 你要是念念之间 过去我讲的 你念念不在自信上消闻 你念念都是在世间语言上 念一句阿弥陀佛尚且如此 讲一句 希达多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你也是属他人财宝 世尊天上天下就是他独尊 因为佛最大了 佛啊 世间上从来没有离开过佛 佛是最大的 你用这句话讲 就有世间一堆恶人 他突然就会冒出来 因为世间你用这句话讲 世间有人信你这句话 表示叫愚痴了 那既然都是愚痴众生 那就会有一些狂人 就会出来我比佛大 那这些愚痴的就去选择了 去信那个比佛大的 你说有吗 怎么会没有啊 现在那个什么多杰 什么羌 以前玉英高说 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父 为什么他比佛大 那多少这些 还有那个叫做什么 法轮功他比佛大 你说能够有一个人比决心大 就告诉你那念同城天上天下都他 就是这念决心 那你还比决心大 那你是哪个决 你是太决了 那就一堆愚痴去相信吗 你能够找到有依法比决心大的吗 那都是决你还比佛大的 佛就是决 这现在这愚痴的可怜 愚痴的可怜 假如说都是佛法之中 都是用这种消闻的方法 解释文字的方法 在用众生可怜的那种心态 在解读圣号或是解读经文 将来就会起出如是 这么多的愚痴的众生 再会增加一些这些狂妄这些邪魔 都是如此而已 假佛门之中的 不管出家在家 我命令之间都是在 根本的教义上面 一个行者一个学生 应该有的教学的种种发心 体会上面开始建立如是教学的 那些外道他还能够生存吗 你告诉我他还能生存吗 还在比谁灵不灵吗 今天众生之所以会愚痴至如此 我们不管出家在家的佛子 逃不了如实责任 我们的责任重大 将来要是真正佛教灭亡 以我都有责任 以我都有责任 不要先到现在 还在那边执迷不悟 那些背叛僧团 根本在亵渎佛制 这些人虽然穿着袈裟 可是命令之间就是在 跟你搅烂僧团 搅烂三宝这些 你还在那边拼了性命 不断的扶持 还在那边帮他们讲话 你正在帮他们讲话时 你都要想好啊 你帮不帮佛讲话 讲你说我就不帮佛讲话 我就要帮他讲话 不管他讲的就是不对 不对佛制就是会毁坏 我都没关系 我就是要帮他讲话 那你就不是帮佛讲话 既然不是帮佛讲话 你就要承认这个罪业嘛 你将来就不知道是什么业报 我只能做如实告诫 那当然了 改不改那是大家的因缘 我只能这样子讲 不改那是众生业力 但我不讲 我觉得我愧对良心 我觉得愧对良心 对吧 地藏菩萨还要 我不是说我是地藏菩萨 我只要学地藏菩萨 都还要在众生走错路时 要不断的靠我 你走错了嘛 让大家回头 那我们怎么能够不讲呢 怎么能够不说呢 虽然有时候说的时候 我还是凡夫会带一些表情 远会使人争恶 嫌恶 那没关系 我知道我的发行就好 所以这里面这句话 下面没时间讲了 这句话 你将来要自己回去以后 好好体会一下 光这一句开始 精云就是你要贯穿 如是道理 即法界无法界 法界不知法界 若性相不准 则为理法界 不爱事相宛然 事事法界 回去自己好好再体会体会 它还是文字吗 它还是字相上的解释吗 还是你真的就在这句话里面 你已经懂得决心的运作 决心的德项了 真的要懂得一点 你才会知道 你祖师所留下来的文字 每一文文一个字都能够帮你破地狱 真的能破掉地狱 生死实大 大众好自参知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皆供臣佛道 阿启陀佛 阿启陀佛 阿启陀佛